但是香港 episodesyn consecutive die 訝養 其中訂閱中 有沒有抑鬱的方式呢? 比如說剛剛有的指引 就是在學校不標要這樣教的 比如有個家長覺得 我的兒子看完這段影片感到情緒不安 然後慢慢回到家裡就在哭 那他是不是可以投訴的呢? 你這個基本上 我最近都經常提到一個概念 那時候林彪有一個四個第一的 政治工作 思想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你這個基本上是由政治那裡延伸的東西 就是以他先走的了 其他真的有教育理念的指針 那些基本上是會拋在一邊 沒有人會這樣提的 難道下面的人說 不是啊 教育理念來說的話 我們這樣做會傷害孩子的心靈 誰會這樣說 所以現在基本上 那時候就說得響當當 不要讓政治進入學校 但是你說的這句話 大家都明白 這個說話是針對反對派的 所謂民主思想的東西 現在政府就已經開了中門 做的事基本上是以政治工作行先 就是回國人來說 建制裏面很難有東西拋難到他 就好像上次我們和你談的時候 是要在民間裏面自己自發去做一些東西 來讓家長多個選擇 很久前有一位網友是中學生來的 他就聯絡我 就說他被學校選中了 要在南京大屠室 建議當日就在州會發言 去介紹南京大屠室發生什麼事 而他當然要看學校給他的指引 等等等等 他就覺得很為難 他覺得真的有討論 沒什麼所謂 大家就討論 但是官方是有一個指示 是用什麼方向來討論的 他就覺得不知怎麼辦 但是又擔心不就範 或者不接受這個享受 就有什麼後果 老師就會發覺 這個人就是不愛國的 然後從此就會對他們眼相看 這個這樣的處境 我相信在未來也有不少學生會面對 你會怎樣建議這些學生怎樣回應呢 如果在學生的層面來說 我們都要務實一點 其實很難回應的 因為如果他這樣說yes or no 你說no 學校就會灌輸一些信息給你 肯定你一定要去做 你都明白了 你要說no的時候 你要背後有強大的事實的支持 某些事家說什麼 你基本上要寫一份報紙 寫一些東西出來 來給學校有個紀錄 知道這個學生真的有思想 但問題是有多少同學可以去到這個水平呢 所以當你說no的時候 當校方覺得你有反抗意識的時候 他就會用他的權力來令你屈服 這個處境其實是不樂觀的 你問我 那另一方面 剛才那位同學 他已經是有獨立思考 如果不是不會反思 但是去到更加小的時候 例如小學生幾歲那些 他如果看完之後 例如作為家長 例如我當我女兒在香港讀書 然後回來 我今天看完這段東西 現在我很討厭日本人 然後在家裡就撕爛了日本國旗 例如日文書等等 如果有這樣的反應 你會怎樣去提出家長 去做一個討論 對的 所以呢 學生本身就很難做到事情 一定要有家長自己出面 所以其實這次 正確這件事都是由家長發聲 然後由一些 獨立的記者 將聲音擴大 才可以令到學校知道有問題 就殺停了他 所以我的勸願就是 例如說將來家長 就必須要自己做多一點點事 見到有問題的話 就會出來自己去做也好 聯絡一些他信任的人 就是拿意見 如何將這件事來 讓社會知道多些 我們就要做多一點點功夫 家長會不會在新香港 也會面對風險呢 譬如說他家裡做一個 和我兒子說 其實日本呢 雖然當時是做南京大屠殺 但是其實呢 之後對中國也有很多補償 中國國內也有很多殘忍的屠殺 你不要只看一面 如果他家長這麼說 會不會學生在新氣氛之後 要舉報父母呢 例如同老師說 而家裡是這麼說的 接著學校會不會說 這些就是不愛國的行為 接著會不會輾轉留了記錄 不知道多久之後 拿出來批鬥 這些是大陸以前文革真的會發生 你覺得未來香港會不會惡劣到這個地步呢 去到差不多 當文革大公覺得 咦不是啊 民間都還有這些阻力 那他可能會做一兩件事出來 來去槍打 出頭搖 找兩個家長來去祭旗 或者找 譬如今次這樣 今次文革大公就沒有這樣做 純粹譬如葦永賢 他寫完東西就可能算數 但是如果他看到風向不對勁了 想找人制的話呢 那今次在這件事上面 出個聲的家長 可能會被文革大公來批鬥 都未定 所以其實大家 如果你問我 愛護孩子的心 是比被批鬥更重要的 聲音一定要出的 否則你 那個小孩子 將來真的變成了小分熊 或者真的完全沒有思考能力 那你整個人生 就可能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了 剛才你說如果家長什麼都不做的話 學生看完這些片 或者受過這些教育 真的有可能變成小分熊 其實你覺得在教育專業裡面 這種洗腦方式 是否真的有效呢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現在我也會接觸香港那些教育界的朋友 盡量看到資料我也會看 最近也收到一個朋友傳給我 的一個snapshot 好像是TVB 訪問了一個小學生 他說 對呀 我很討厭日本人 換句話來說 你當他做戲也好 你當他真是信也好 那的確是 有可能有學生的事實上因此而受到影響 剛才也說 這麼小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去灌輸這些是非觀的意識形態的話 學生是白紙一張 他會被人家洗腦的 有可能洗腦的 所以一個小學生 如果他講得到我很討厭日本人的話 這個必然是洗腦的結果 其實那張TVB的相片 我看完之後 我是相當之震撼的 這句話 你如果說中學生講 我覺得OK 他應該都會接受 就是會有些分析 之後才講得出來 但一個小學生的話 Sorry 這個真的是洗腦的結果 所以這個也都是令人很憂心 就是以現在 今次的男性大逗殺的事件 作為一個開始的話 可能很快的話 有很多意識形態的東西 就會進入學校裏面 我的速度是快得很驚人的 如果洗腦 如果是這麼容易的話,應該這樣說,在這個政權以前一直都不做,或者做不到,就是因為老師以前覺得發聲,頂著那個代價是有限的 還可以保持專業操守,但現在新香港的事情都亂來的,如果不就犯,就等批鬥,等炒,或者等坐牢,諸如此類 因為這樣這一套東西,所以令到以前所有有效的制衡,理性的聲音都不再存在,這個就是現實呢? 除了沒事制衡之外,其實學校裡面,大家都讀過書,學校裡面其實最極致會影響到你的思考的是什麼呢? 是考試,而考試是有model answer,所以當那個考試制度是為專制服務的時候,而當中沒有任何思考的空間 而他給一些獨立的東西是有問題的,而你都需要照讀,要背一些錯的東西才可以給到分的,即是拿到分的時候,師兄老闆的時候 你作為家長,或者你作為小孩子,那你會怎樣?小孩子就會照讀的了,因為這樣東西才拿到分的嘛 所以家長就會,如果你覺得沒問題,你就照顧給他洗腦了,但我相信現在香港裡面的家長還是理性的 所以其實就要你保持著看一位學生,或者你的子女在讀什麼,背著什麼東西 有問題,其實真的要發聲,甚至最好是一群人發聲,這樣就會比較安全 所以為什麼我做了這麼多年考試的話,我會知道那個出卷和marking scheme是怎樣可以影響到下一代的學習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寫完一篇文,就是講2021年DSE歷史科那個marking scheme有多大的問題 我已經扔了出去的了,所以這些我們是要關顧的,現在變成沒有了蘋果,沒有了教協的話 有很多東西就要自己家長,要單打獨鬥,要見到一個問題的時候,要盡快找人幫忙 剛才你說那個惡化的速度是可以很快很快的,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推論在搞完南京大屠殺之後,可能不久就會做一個大的 campaign 要大做鴉片戰爭的歷史,然後就是要批判英國 然後就逐個這些國家批判這個美帝 不斷就是會用意識形態的方式,好像搞一個運動一樣 就令到學生很快就會將所有政權的敵人全部爭含了 然後就要不斷對政權的朋友,譬如北韓這些這麼偉大的國家去欣賞 這個會不會是很快你會預視到會出現的呢? 他應該就會做兩件事的,如果你問我 一個就是對外會將所謂軍國主義和抵國主義的那部分的歷史 會將他們的負面影響放大 就是會達至一個效果就是提到國內大國主義就是壞的了 這種很片面的結果 另外一個就是國內的歷史關於中共的話 那些問題就會輕輕大過 就會沒有了現在我們一直以來可以讀到的關於中共的問題在哪裡 那些現在我們都還能讀到的嘛 將來的話可能四、五年之內就會沒有了 就算在課程裏面保留的話 大家都不敢再在考試裏面出這些題目 因為這些題目全部是會拿出來給別人看的嘛 我見過最極端的情況就是有朋友是出 就是校內市的,是出鴉片戰爭的題目 是說林則徐處理鴉片的時候那種的 就是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 兩樣東西要称的,即是高中裏面 那不是初中,都不行 只能夠說要改吧 林則徐為什麼要處理鴉片 就是要將事情放在英國做錯的那方面 就不可以說林則徐個人做的事情是很如說的 如果學生本身博覽群書他提出 林則徐晚年他自己都提出 即是本土種鴉片去鴉片 鴉片的嘛 要上文媒大功的啦 如果你學生要這樣說的時候 但是這個是事實的 你這樣說有什麼錯呢? 即是你用什麼 on what ground 可以說他錯呢? 那你... 喂,大哥,我去年這題目都是事實的嘛 都上了一個星期文媒大功的阿哥 是不是? 文媒大功人不等於錯 這個都反而正正是正確的表現來的 即是在一個學生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那個憂慮 我想再推而廣之其實 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如果你說要不斷批判帝國主義 那你自然對香港來說 就要批判這個大英帝國 如何去殖民香港 然後入面如何欺凌華人 這個是官方的史觀 那如果你一方面讀這些東西 然後你走出一條街 就會看到這個皇后帳廣場 這個維多利亞公園 這條英皇道 那是不是下一步就要去直化這些名字 改了呢? 即是同樣的套路 這件事你又覺得會不會出現呢? 已經有人在說要 那邊那個我都忘了 看新聞見過 下一步會的了 這件事我想十年之內都 我們再有機會回香港的話 這些名字都要變成了 即這個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經常出現的 那些什麼澤伊爾 他又要改名 即這些你覺得 我們以前是鬧劇的 但你覺得真的會出現的? 按照這個情況看 就一定會的了 因為2019年之後 整個香港已經 沒有了一國兩世的空間 就是取向於一國一制的了 那所以 你既然香港人加油都不行的時候 那麼反動的殖民地的名字 那你當然要全部改成 就是習近平大陸就不會的 那你中山一路二路就難免了 對不對? 我們最後可以參考一個參考 譬如說大陸的教育 那他也是這樣教 那是不是教完出來 整個國家 都是變成小粉紅呢? 那有時候我們認識一些 譬如說私下交流 那還有一些 有獨立思考的大陸高材生感 是有存在的 那他們怎樣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獨善其身 維持到一些獨立思考 然後這件事對香港的朋友有沒有啟發呢? 就是如果有的話 這個我想是一個 即是公式教育和社會裏面 家長那種的判施 公式教育我一定是 會有一個法律取向的了 即是在大陸裏面 或者在香港裏面 但是在國內的話 我接觸很多人的話 是家長那邊 給回一些父輩 他們自己的一些看法 來影響下一代 應該要怎樣做 所以我就 為什麼現在有這麼多的朋友 他們會做一些 公式教育 做一些舊香港的教材 來去抗衡 或者去平衡 香港的公式教育 這件事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 回到我們先講講的話題 就是說 除了是香港人自己本身 政治方面 有自己的取向之外的話 文化方面 我們都要去 將舊香港的價值 延傳下去 這件事其實是 會經過一些發酵的過程的話 是可以將那種精神 延傳下去 是重要的 最後一個問題 回到你的舊東家 現在新香港也是要考試的 剛才你都大概前線了 有考試 全部都是要死背 就不會有自由創作的空間 即是沒有實力的空間 即這一種的考試 是不是就會成為了一個 永恆的常態 還是一個過途期才這樣做呢 即以後就是這樣考的 大中小學也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還讀歷史 你為什麼還會有人選擇 你這個問題 我真的不會回答你 為什麼會有人選擇 我們的認知就是 那一科之所以 多人選擇的話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以高中為例 就是考出來的成績 好不好 以今年 DSE歷史科那個為例 其實這份卷是出得很差的 但是它通過Line curve 是可以令到它 Line 5 Line 4 比去年更加成績好 但是這個是一個虛火 你不可能連年都是這樣做 所以當那個成績 或者派材是差了的時候 再看你讀這科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學的 那些人可能就會重新去思考 不過 有一個變數我們要考慮 就是說 其實現在國安教育的話 其實是每一科都需要去做的 或者洗腦這個過程是需要做的 不單只是文科 其實理科將來的洗腦都會很重要 那最近我在Facebook裡面分享了一張照片 就是說國內的人 如何利用生物科去教這個意識形態 那當你教完DNA之後 他就會拉下去 就說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要訓練紅色的基因呢 所以我們讀完三百科之後 就會知道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 我們需要把我們的基因完善 這個實用主義 所以他純粹是 就是用來做完所謂建國 工程 科技之外的話 他就會利用那些剩餘價值 將它和現在的政權需要 混合在一起 那些DNA就是紅色的基因 洗腦的方向 第一就是把這些東西變成必修 你不能選擇 不讀不得 然後各個科目都有洗腦的元素 至於這個重頭戲歷史科 就好像蛇仔餅種那樣 就派Gray Line Curve 然後水泡 那大家沒有興趣也好 讀完這一科 原來就可以搞定了 那大家爭著讀 這幾樣東西就是 政權將會做的事了 在可見將來 應該都會從這方向去做 我自己很喜歡學歷史的 我小時候很喜歡上歷史課 也覺得有思考空間 剛才那些問題我是當年 小學時代我真的已經問了 那時候也沒有人拿來批鬥 但是 所以你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香港的家長 除了離開之外 能夠做的就是在家庭 做回一個盡量 正常的教育版本 希望可以做回一個 我相信這個已經是 我們整個談論 最正面的一個建議 是不是這樣說 沒錯 所以其實現在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家長要多點說 家長要自己去教育自己 將一個 我不想用共產黨那種說法 因為其實每一次他們就說 要將正確的價值觀 哪個正確呢 其實這件事本身已經有空間 給他們轉空置 我們就會說 是要用回 現代文明世界的價值觀 來教導一個小朋友 那這件事 家長本身 在他決定生子女的時候 應該要有些心理準備 工作是要自己去做的 我們最後都期待楊博士 快點出發一些正確 就不是叫正確 就是正常 例先都說得很低 正常的教科書 已經很難得了 在今天香港 那也都真的 都要看多些參考書 無論誰都好 那我想大家 其實目標都清晰的 那希望 離開了香港的朋友 也都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的知識 去回這個情況 今天就很感謝楊博士 大家繼續努力 好,謝謝 謝謝